为了提供长者与交通不便的民众便捷完善的医疗照护 新院拓荒行者公益团体捐赠中疗乡卫生所 西代市超音波及十二岛城新店图移 并邀请县内西医诊所协会理事长詹健胜医师到卫生所提供诊疗服务 同时也举办捐赠典礼即第一次下乡诊疗服务 县府卫生局副局长吴美玲代表县长出席 感谢社会善心人士的爱心捐助 捐赠仪式在中疗乡卫生所隆重举行 由新院拓荒行者公益团体捐赠中疗乡卫生所 西代市超音波以及十二岛城新店图移 并在张健胜理事长的协助下 即日起每个月第三周的礼拜四 下午在卫生所增设肠胃内科 看准中张医师仔细询问看准民众身体状况 提供专业的健康检查 看准项目包括草云波、新店图检测、身高、体重、血压等服务 卫生局吴副局长表示 感谢社会公益团体捐赠中疗卫生所专业的医疗设备 也感谢张医师提供每月一次的助诊服务 相信有好的设备以及专业医疗人力 能够满足中疗乡亲在门诊上的医疗需求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社会的善心人士 心愿透荒行者、公益团体 来捐赠了我们中疗乡、超音波 还有我们的十二岛城的新店图 我想社会大众看到了我们偏向医疗的需求 愿意奉献、愿意献出爱心来帮忙我们南投县政府 在中疗乡的部分能够充实它的医疗设备 提高它的医疗服务品质 我想这是我们真的非常感恩感谢的 那另外呢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南投县西医疗 诊所医师公会的理事长 也是我们张建胜诊所的张建胜院长 他也愿意来共襄盛举 把他宝贵的看诊时间拨一个时段 在每个月的第三周的礼拜四下午 来到我们的中疗乡为我们开肠胃内科的一个门诊 那我相信有了这么好的医疗设备的利器 加上我们有这么好的医疗人才、医疗的专业 我想对我们中疗乡的乡民是最大的福音 那将来中疗乡的乡民不但可以在我们的门诊的部分 得到很多次专科的医疗的一个需求 也能够在巡回医疗的时候 善用我们这个这是一个portable的 应该就是机动型的一个行动的一个超音波 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偏乡的巡回医疗的门诊 接受健康检查的民众都称赞说 卫生局的下乡服务让他们能够就近接受健康检查 提供的医疗资源也越来越完善 卫生局已经有新的仪器进驻 希望能为乡亲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这次很荣幸能够受到赵主任的邀请 能够来中疗这边服务乡亲 因为中疗也是我一个算是一个第二故乡 因为是我太太的出生地在这里 然后我本身是中疗教会 所以这边中疗的中疗教会我们也蛮熟的 然后很高兴能够来这边服务 而且现在又有新的仪器希望能够为乡亲 提供更好的一些帮忙 也希望能够为乡亲做一些服务 攜带市超音坡以及十二岛城新店图仪 对于中疗乡而言相当重要 由于乡内民长居民人数较多 容易患有心脏以及胃部方面的疾病 以往都必须到南投市才能够做详细检查 有了这两项仪器之后 在卫生锁内就能够就近检查 少去周车往返之间 对长辈而言确实是一项服役 记者陈云志周拿乡采访报道